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嗨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创业创起来》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爱 今天呢在我们《创业创起来》节目现场呢 小爱邀请到一位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专家很特别哦 在台湾呢这个产业非常少 可是你可能常常 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它隐身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可能很少注意到他 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的郑旭塑胶有限公司 是 董事长 我们的林鸿一董事长 掌声欢迎她 耶 谢谢 谢谢小爱 鸿一事长好 今天要麻烦你来跟我们 所有的好朋友聊一下 这个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 那其实像鸿一理事长 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跟家族的渊源很深是吗 是的没有错 这个行业事实上 并不是在我手上炒创的 是 我父亲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对那我在大学毕业 完育之后 那就回到家庭来 那当然早期的产品 跟现在的产品 因为这个是工业用的产品 是 我跟那样的产品并不是一般 一般的人 流行性的产品这样子 这一般还是会 比较用最大的地方 用在建筑事业里面 当然公共事业里面 桥梁道路也有 可是还是比较大宗的 还是在那 那 回来之后当然就改良改进之后 那当然所以就做创业的话 并不是我撞了 可是以来说做守城 或是在做激进的话 事实上我是认为这个 二十几年来的话 我事实上我一直往这方面 这个路在走 是 理事长客气了 他其实真的做了很多 而且我觉得理事长很厉害的事情是 因为像这些真的在台湾 这个专业是非常的少的 然后以及要做到像这么规模化 其实不多 事实上这个 没错 我们的 比我们做的大的 当然国内最知名的 就是南亚塑胶 是 整个台塑集团的南亚塑胶 它包括做塑胶管 因为这个塑胶列是属于PVC的 硬质的PVC 那 南亚塑胶 然后之后 下面事实上国内的三大塑胶厂 包括南亚塑胶 华夏塑胶跟大洋塑胶 他们都有做塑胶管子 是 塑胶管子 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塑胶管的配件 配件 对 把全部的塑胶管 说是塑胶管做相接 是 做相接 所以各位看到 所以它做起来都是一些接头 对 看到有不同的形状 看到有90度的 把两个塑胶管把它接起来 对 然后就这样子的 对 有三孔的 三孔的 对 还有Y形的 你喜欢拿 Y形的 我手中这个 是Y形的 对对 然后还有那个水龙头的 我们一般家庭用的水龙头 水龙头的 它还在酸水龙头上去 哦原来是这样 它就是各种任何把塑胶管子做结合 它可能因为地形形状或者所在区域的不一样 它要用不同形状的零件去做相接 是 这样子 那早期 现在南亚塑胶还是零件还是国内占的市占力比较大的 是 可是后来那包括我刚刚说的股票上市公司的三家 华夏塑胶跟大洋塑胶 早期有做零件 后来做一做之后就觉得这个零件太难了 他们就专注在他们的管子的事业上 那我们是因为当然也在这个行业也经营久了 对 那还好还有存活下来 没有太客气了 那这当然就是一直做更新做进步 然后当然品质方面也做精进这样子 小爱我比较好奇的是 理事长像这样子一个管子 它的制程跟研发过程 大概它的造型这些都是依照客户需求去制作的吗 对 因为这个我刚刚说的 这个是比较属于工业用产品 所以它有一个规格 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国家标准 所以它这个并不是像 我们图坏话说要做就不行这样子 像创意性的产品说 我今天想到我要一个创造一个东西 那像这些你说包括这个尺寸 包括这个角度 事实上都有我们的国家标准 所以这个东西是原则上是不会去做变更形状的设计 原来是这样 所以事实上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好处 因为它并不是流行性的产品 你说流行性的产品可能这个东西流行了一年之后 它可能改个改个款式 结果它就是失离流行 那可能要再创新 那这个东西这样 那就是说你只要你的品质稳定 对就是你的品质OK 市场上开始认同 认同你的话 原则上你在市场上的销路 大概就可以有一定的销路 这样子 这是很难得 那所以我们做那么久了 大概我们的JS的 我们正式就是我们的品牌是JS JS的品牌在国内现在就有一定的市占率 在某一个市场区隔里面 包括建设公司 包括营造厂 它就也就会指定 有稳定的客户 是 它会指定说 它这一个它可能一概概20户的透天数 它可能会说 我们就用JS的零件这样子 因为它跟 毕竟南亚大概比较齐名 比较知名 可是事实上以品质度来说 以它的信任度来说 它是可以信任的 那它可以节省掉它一部分的成本 就在零件方面 它可能它使用南亚的零件 跟使用我们的JS牌零件的话 那大概它可以省掉 在零件总total的费用 大概省掉个两成三成 所以它无形中 它这样子这边省一点 省一点 成本就降低很多了 是是是 然后它在信任度 它在使用度上面 不会让它产生问题 是 不要说用了你们 我们一般坊间 坊间说这个叫副牌 对对对 南亚可能 很多很多的副牌 对对对 副牌 OK 那你就副牌 你副牌假设它已经用了 用了之后 它有产生信任度之后 它就OK 它就很放心 对它就很放心 宏益理事长小孩 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 像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啊 需要很多的工程师去做研究吗 还是其实您当时在做的时候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就有参与到研发这个区块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叫做射出成型的工程 因为一般塑胶的成型加工法有蛮多种的 有射出成型 有压出成型 压出成型 有压出成型 像管子 管子就是压出成型 是是是 对 有热 热硬化的 热硬化 热硬化可能我们一般的 我们一般的插座啊 那些东西是热硬化的 有吹磨的成型 对对对 有吹瓶的 那这个东西是属于射出成型 那这个事实上 这个成型工法 倒不是那么的困难 只要遭遭有塑胶基础的人 接触过塑胶射出成型的人 来说他大概要把这个东西 射出一个东西出来OK 可是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是属于什么材质 当然五大泛用塑胶 还有另外现在工程塑胶一堆 OK这个是属于硬质的PVC 那硬质的PVC在比较精细的 就是说我不光说 今天把这个产品射出来 我要把它射成美观 射出来 耐用 或者说这可能接缝线 它的那个牢固度更好 要安全 对对对 那多多少少来 还是有一些射出的技巧 那在后面 就是大概就说 需要两层三层的射出的技术 技术 再去把它完整起来这样 不然一般的人 可能他可能跟坊间去买一台 塑胶射出成型机 去开个模具 去找对的料来射 他可能射得出这个产品出来 看出来 样子看起来差不多 对对对对 但用10年20年就不一定了 可能它的强度 可能它的美观 各方面还是会有差别 因为就认真想 这个东西要被埋在可能大楼里面 它的耐用度要非常的安全才可以 要不然比方说像台湾是有地震的国家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年纪很 30年50年的房子 它要能够够受用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是啊 洪宁市长 小爱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的频道叫做创业创起来 当然说您刚刚很客气说 没有啦 我是接家里的事业 可是其实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一定还是有遇到很多 我觉得困难也好 或者是挫折也好 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大概倒是还好 就是因为我学的也是本业 我本身是去管系毕业的 对 那可能我附近那时候 他就有一无意的就是告诉我说 这个事业是不是我希望我能够承接 因为我的兄弟我弟弟 他是他学医的 他的医师 所以我们就两个兄弟就OK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大概大致上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有参与 参与那个工厂工厂的事情 就慢慢去了解 当然后来你说我是学商的或是学那个 我并不是学化学的那个 我还是有用心的 我还是服完医之后 我还是真的是就这本业的话 我还是到私交发展中心 我还是去上一系列的课 去进修 进修对对对对 然后自己去看书去翻书 因为管理方面可能稍稍 我只是说比码 可是在比较专业在塑胶就化学领域的话 却毕竟不是我所学的 还是要去把这些知识补起来 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当然就 之后就一路走 那我当然我早期的时候 可能他们比较上一辈的人 他们那时候就真正 因为那时候可能 这个东西在台湾早上 那时候可能敬畏分明 南亚是南亚 就是南亚是属于政治标记人 其他都是富白 富白早期 他们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他们真的是把产品做出来就好了 真的喔 不在意他的耐用度 因为那时候 刚刚做 这到他们可能 当然产品的广度也不那么大 他就大概可能做那二三十种 三四十种 他觉得我都觉得 他做出来都卖出去了 没什么库存啊 就是明天在管工 卖光光 那时候机器当然也没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台机器 所以产量产能可能也有限 对 那可是后来到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之后 那台湾后来当然也就是 跟着社会的进步 那之后我到了我参与事业之后 我还是觉得说 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做的 跟南亚的产品是一样的品质 一样的那个质感 对 那只是品牌不一样而已 对 那应该可以让他做成这样 所以我就往这方面去努力 但理事长一直是都在这吗 地点 没有我们早 有搬过家 对 我们算 安民工业区进驻的算比较早的厂商 早期我们在东区 在东区 那时候还是比较算家庭式的工厂 就是一栋两栋 连着三栋都是 然后做合并打通合并 对 都是家庭式的 这样并不是在工业区 现在这么有规模 现在在工业区里面 对 那后来我就 在我开始参与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模具的更新 我是觉得最主要还是在 模具方面跟原料方面的那个 模具 当然那就是投资 就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或者那对 因为这个说真的 这个还是算稍微比较 投资方面比较重的东西 它的成本真的蛮高的 因为一个产品需要一副模具 一个产品需要模具 那全部 全部现在已经 产品线已经超过500种产品了 那就需要500副模具 太厉害了 那南亚 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那个华夏塑胶跟 代行塑胶 为什么做一做之后不做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就投入可能一百副模具 觉得说反正他们 股票上去公司OK啊 可是什么之后 又销量好像也不怎么出来 后来就觉得这样子 好像无底洞 那我们 同意思 我是我们有一个优势 是因为我们是渐渐的来 我刚刚提到说 我附近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对那他们他早期他就有一些模具 然后就那种手上的时候 慢慢陆续开发 我可能一年可能开发个20副模具 一年可能投资个大概六百八百一千 OK这样子分年 你如果一次三百副模具投下去的话 那你都要那个的话 你可能投资就要看他的资本 我会看他的实力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是慢慢就是编走 有多少钱就投在模具上 模具的更新 模具的开发这样子 产品的开发 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为所有的朋友邀请到的 是我们郑旭树召 我们的林鸿一董事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鸿一理事长 小爱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因为您刚刚说您是承接 就是算是家族事业嘛 那你在跟爸爸当时在做 这个传承的时候 有发生一些就是磨合跟冲突的地方吗 因为可能爸爸经营里面 可以跟我们现在想做的事 会一样吗 确实 没有错 这个那个就是所谓的接班 传承的这个确实都是每一个企业 企业可能多多少少会面临的问题 真的 对 因为毕竟不同的世代的想法会 绝对会不一样 对 那我跟我父亲还要好 比较还有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大学时代 我刚刚说的 我就慢慢就开始有在参与了 那我在福安兵役过后不久 我父亲大概就是反正 个性的 我就很遗憾全然 他就把整个事业就丢下来 就说 你去做 你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 完全直接丢给你 对对对 他就不管了 他胆子这么大 对对对 他就去 你刚毕业 刚福安兵役 福安兵役 没有没有 我就是福安兵役 大概差不多两年左右 他就 大概25岁以前 对对 我大概因为我没有错 我是25岁的 就当老板的 太厉害了 那时候 那时候底下员工有几个人 也是十几个 也是十几个 但是这些人都是看着你长大 对没办法 所以那个就是慢慢在磨合 压力好大 确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老臣看这个 看这个哨子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他就 他就不怎么信你 对对对对对 真的耶 那他绝对会有一个 某某期 而且那个 那个包括那个 旧的员工 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想法还是停留在 以前他们的 土法令刚的时代 早期他们的那个 那我们毕竟真的 就是我刚刚就 我去上课 会去接受一些 新的社畜观念 对 那他说 可是怎么去磨合呢 不然我就说 那好啊 那我就用成绩去 去表现给他看 对 就比如说一个某一个产品 他做出来的产品 他可能是这样子 我刚刚说他可能做得出来 可是 可是我们觉得 这个精致度不那么好 跟他沟通 那他觉得这样都ok啊 那我们做得好 那我就可能就 改变另外一个社畜条件 跟他玩 结合不同的社畜条件 社畜方式 做出来的产品会更好 精致 更好 对 那有时候这样慢慢慢慢 磨合 慢慢慢慢 对对对 就这样子的话 就一次两次这样子 大家去沟通之后 他也会觉得说 这个 以前叫小老板 这样子老了 这个好像还可以 有想法是可以的 还慢慢的接起来 慢慢慢慢 后来他就接受 我们的所谓的操作的条件的设计 设定这些东西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那当然现在事实上我也 我也会面临隔代接班的问题 真的耶 我儿子那个研究所毕业 他还是读那个气缘所的 是 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 也那个想法理念也会有不一样的 还是会有磨合充那个的时候 需要讨论啦 多一点的沟通跟讨论 我相信这次只要 只要企业想要永续经营的话 多多杀杀会 只是只要是良心的沟通 应该是还好 还是宏毓丁上会学爸爸的作风 就直接丢给儿子 这样子 我也想这么做 你又想这样做过是不是 可是那个好像需要再调整一下 我是觉得跟个性跟那个还是有差的 还是有差 我还目前没有办法依然觉得 OK OK 动动 是是是 那大概就是说 需要一点时间 我儿子在学生时代 毕竟比较没有像我 那个时代这样的有机接触 在当学生就接触 所以真的是不同的 不同的步调 对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做法 是这样的事 好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为所有的好朋友邀请到我们宏毅理事长 小爱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他 因为宏毅理事长除了自己的企业 做得非常好之外 他也非常热心公益 然后回馈我们的乡里 除此之外呢 他也辅导很多的企业 然后做很多的这个企业的改革 跟优化 那今天呢最后呢 想要请宏毅理事长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分享 就是你的创业心法 以及可不可以鼓励一些 我们正在创业的人 他最需要坚持的是什么事 是 了解 我会是觉得 确实现在年轻人 他有创业的想法是很好 可是我还是会认为说 他在创业之前还是要先必须 稍微把自己充实 充实好在他 至少在他本业 因为你做一些通事的 通事的可能他原来在当学生的时候 他就必须 所以通事可能就至少就是在 比如说你说基本的英文的基础 因为我们毕竟在台湾 他可能以后除非说他做的行业 是以本土 不然他很有机会去做到 语言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刚刚说的就是他本业 专业 本业专业 本业方面 对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当然就是觉得说 可能年轻人不是 年轻人 我是觉得他要把他自己的 所谓的财务 尤其是资金跟银行 不叫做那个 就是至少就是跟银行 那过去他成长的过程中 绝对不要产生所谓的信用瑕疵 是 所以年轻人不要想说 我信用卡我来借 或是我延迟 你说分情付款就已经很惨了 这么说 他还说他还持久 因为那些东西是会记录的 那在更新厂打交 因为我在过去 在做穿越辅导的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很多的部分 很多的年轻朋友 他大概都是在资金方面 是有需求的 他可能觉得说 他可能他去开个店 他去开个店 OK 他这方面他可能有资金 可是他想想就是 他资金方面 他是希望能够寻求帮助 OK 那现在政府来说 事实上也愿意在这方面去做帮的 可是事实上说真的 政府是政府的意思 政府有这些各方面的创业辅助的基金 可是实际操作的是银行在操作 所以OK 那你跟银行的关系就很重要了 你假设这一些有在放贷有在办理创业辅导的这些 无论是劳动部的无论是经济部的 这些他有不同的 有的农业 就像农业 农业有农业方面的 各方面他有不同的 妇女有妇女方面 他有不同的创业贷款的辅导这些东西 那回归到银行 就是跟银行打交道的时候 银行第一个就是检查你过往的所谓的信用记录 所以我会觉得说要保持自己良好的信用记录 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不是说你马上还款OK 你人可能会一时不方便 可是你再不要去有违约的状况就对了 规则要看清楚 对对对 你分歧还是分歧OK 那可是你不要说你要分歧 你还是不理他 你就放着 规则要看清楚 对OK 那之后当然就是跟他的所谓 所谓的往来的司机 往来的司机并不是说要很很庞大才就是往来的司机 不是说你金额大 OK 累积的信用很重要 就是你可能就是focus在固定的几家 固定的几家 每一家都那个每一家都去做 focus在你年轻人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focus在固定的几家 然后然后你就有经常性的往来 你有存款啊 你无论是领了钱 有金有出有金有出 有金有出 就是OK的了 对那这样子就OK 并不是说金额的大小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金有出 他就觉得说OK OK这个是可以做往来的客户 像现在疫情期间 政府不是有一些 对索困方案 对甚至可能第一年允许 像对劳工方面第一年允许 或者就对企业来说一些的辅助帮助 对对对 那个都很重要 那个都很重要 大概大概就是这些 就是说你自己 你要做的行业你的本业照着一定要具备那个 然后之后 然后再相关性的东西 因为确实那另外就是可以善用政府的很多的补导的措施 像我们那个创建创业协会 事实上也有很多的专业人才 真的 人脉也是很好的资源 我们有律师 我们有会计师 对我们有创业者 我们很多对对 然后我们都专业的专业的人员 OK那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咨询的 我相信大家也都会不吝 不吝去指导 OK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所谓的政府 所谓真正政府的一个 辅导的机制 OK 太棒了 大概是这样子 OK今天呢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宏仪理事长 来到节目当中 哇这真的太精彩了 要跟宏仪理事长聊天 可能三天三夜也聊不完 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非常谢谢我们宏仪理事长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 那小爱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邀请您 好谢谢小爱的访问 谢谢 好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创业创起来 然后帮我们公开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另外呢我们创业创起来在FB的社团上面呢 叫做创业创起来司令部 请大家赶快加入 然后多多支持哦 谢谢宏仪理事长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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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